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法院 第一节,管辖 第一条,诉讼,由被告住所递之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递之法院不能行使职权者,尤其居所递之法院管辖 诉之原因似时发生于被告居所递者,亦得由其居所递之法院管辖 被告在中华民国现无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在中华民国之居所,视为其住所,无居所或居所不明者,以其在中华民国最后之住所,视为其住所 在外国享有制外法权之中华民国人,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定管辖法院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市为其住所地 第二条,对于公法人之诉讼,由其公务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辖,其以中央或地方机关为被告时,由该机关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对于司法人或其他得为诉讼当事人之团体之诉讼,由其主事务所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三条,对于在中华民国现无住所或住所不明之人,因财产权设送者,得由被告可扣押之财产或请求标的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三条,对于在中华民国现无住所或住所不明之人,因财产权设送者,得由被告可扣押之财产或请求标的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四条,被告可扣押之财产或请求标的如为债权,以债务人住所或该债权担保之标的所在地,视为被告财产或请求标的之所在地 第四条,对于生徒,受雇人或其他规御人,因财产权设送者,得由规御地之法院管辖 第五条,对于现役军人或海员因财产权设送者,得由其公务所,军舰本级或船级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六条,对于设有事务所或营业所之人,因关于其事务所或营业所之业务设送者,得由该事务所或营业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七条,对于船船舶所有人或利用船舶人,因船舶或航行设送者,得由船级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八条,因船舶债权或以船舶担保之债权设送者,得由船舶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九条,公司或其他团体或船舶人,对于社员或船舶对于社员,于其船舶之资格有所请求而设送者,得由该团体主事务所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前项规定,于团体或其船舶人或社员,对于团体职员或以退社员有所请求而设送者,准用之 第十条,因不动产之物权或其分割或经界设送者,专属不动产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其他因不动产设送者,得由不动产所在地之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对于同一被告因债权及担保该债权之不动产物权设送者,得由不动产所在地之法院合并管辖 第十二条,因契约设送者,如今当事人定有债务履行地,得由该履行地之法院管辖 第十三条,本于票具有所请求而设送者,得由票具付款地之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因关于财产管理由所请求而设送者,得由管理地之法院管辖 第十五条,因亲权行为设送者,得由行为地之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因船舶碰撞或其他海上事故请求损害赔偿而设送者,得由受损害之船舶最初到达地,或加害船舶被扣留地,或其船级港之法院管辖 第十六条,因海难救助设送者,得由救助地或被救助之船舶最初到达地之法院管辖 第十七条,因登记设送者,得由登记地之法院管辖 第十八条,因自然人死亡而生效力之刑为设送者,得由该自然人死亡时之住所地法院管辖 前向法院不能行使之权,或诉之原因四时发生于该自然人居所地,或其为中华民国人,于死亡时,在中华民国无住所或住所不明者,定前向管辖法院时,准用第一条之规定 第十九条,因遗产上之负担设送,如其遗产之全部或遗布,在前条锁定法院管辖区域内者,得由该法院管辖 第十条,共同诉讼之被告数人,其住所不在意法院管辖区域内者,各该住所地之法院具有管辖权 但依第四条至前条规定有共同管辖法院者,由该法院管辖 第二十一条,被告住所,不动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其他具已定管辖法院之地,跨连或善在数法院管辖区域内者,各该法院具有管辖权 第二十二条,同一诉讼,数法院有管辖权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诉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接上级法院应依当事人之申请或授诉法院之请求,指定管辖 一,有管辖权权之法院,因法律或四十不能行使审判权,或因特别情形,尤其审判恐影响公安或难其公平者 二,因管辖区域境界不明,致不能辨别有管辖权之法院者 直接上级法院不能行使职权者,前项指定由再上级法院为之 第一项之声请得向授诉法院或直接上级法院为之,前项声请得向授诉法院或再上级法院为之 指定管辖制裁定,不得声明不服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得以合议定第一审管辖法院 但以关于由一定法律关系而声之诉讼为限 前项合议,应以文书证之 第二十五条,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之言辞辩论者,以其法院唯有管辖权之法院 第二十六条,前二条之规定,于本法定有专属管辖之诉讼,不适用之 第二十七条,定法院之管辖,以其诉讼为准 第二十八条,诉讼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认为无管辖权者,依原告申请或依职权已裁定移送于其管辖法院 第二十四条,如当事人之一造为法人或伤人,依其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而成立,按其情形显示公平者,他造于为本案之言辞辩论前,得申请移送于其管辖法院 但两造均为法人或伤人者,不在此线 移送诉讼之声请被驳回者,不得声名不符 第二十九条,移送诉讼前如有急迫情形,法院应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为必要之处分 第三十条,移送诉讼前项法院,不得已该诉讼更移送于他法院 但专属于他法院管辖者,不在此线 第三十一条,移送诉讼之裁定确定时,是为该诉讼自使及系属于受移送之法院 前项情形,法院书记关英诉将裁定证本附入卷宗,宋教授移送之法院 第三十一条,起诉时法院有受理诉讼权限者,不因诉讼系属后四十级法律状态变更而受影响 诉讼以系属于不同审判权之法院者,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普通法院根刑起诉 第三十一之二条,普通法院任其有受理诉讼权限而为裁判经确定者,其他法院受该裁判之基数 普通法院任其无受理诉讼权限者,应依职权裁定将诉讼移送至有受理诉讼权限之管辖法院 当事人就普通法院有无受理诉讼权限有征执者,普通法院应先为裁定 前项裁定,得为抗告 普通法院为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裁定前,应先侦询当事人之意见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于第二项之情形准用之 第三十一之三条,其他法院将诉讼移送至普通法院者,依本法定其诉讼费用之征收 移送前所生之诉讼费用是为普通法院诉讼费用之一部分 应行征收之诉讼费用,其他法院未加征收,征收不足额或易收者 普通法院应补行征收或通知原收款法院退还易收部分 第二节,法院职员之回避 第三十二条,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应自行回避,不得执行职务 一,法官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者 二,法官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八亲等内之血亲或五亲等内之阴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者 三,法官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该诉讼事件与当事人有共同权利人,共同义务人或偿还义务人之关系者 四,法官现为或认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长,家属者 五,法官于该诉讼事件,现为或成为当事人之诉讼代理人或辅佐人者 六,法官于该诉讼事件,成为证人或鉴定人者 七,法官成参与该诉讼事件之前审裁判或仲裁者 第三十三条,欲有下列各款情形,当事人得生请法官回避 一,法官有前条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回避者 二,法官有前条所定以外之情形,足任其职行职物有偏颇之余者 当事人如已就该诉讼有所声明或为臣诉后,不得依前向第二款生请法官回避 但回避之原因发生在后或知悉在后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四条,申请法官回避,应举其原因,向法官所属法院为之 前项原因及前条第二项但书之四时,应自为申请之日起,于三日内示明之 被申请回避之法官,对于该申请得提出意见书 第三十五条,法官回避之申请,由该法官所属法院已合一裁定之 其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合一者,由监院长之法官裁定之 如并不能由监院长之法官裁定者,由直接上级法院裁定之 前项裁定,被申请回避之法官,不得参与 被申请回避之法官,以该申请为有利有者,无庸裁定,应及回避 第三十六条,申请法官回避经裁定驳回者,得为抗告 其已申请为正当者,不得声名不服 第三十七条,法官被申请回避者,在该申请事件终结前,应停止诉讼程序 但其申请因违背第三十三条第二项,或第三十四条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或显示意图研制诉讼而为者,不在此线 依前项规定停止诉讼程序中,如有急迫情形,仍应为必要处分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一项所定为裁定之法院或监院长之法官,如任法官有应自行回避之原因者,应依职权为回避之裁定 法官有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之情形者,经监院长之法官同意,得回避之 第三十九条,本节之规定,于司法事务官,法院书记官及通议准用之 第二章,当事人,第一节,当事人能力及诉讼能力 第四十条,有权力能力者,有当事人能力 胎儿,关于其可享受之利益,有当事人能力 非法人之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当事人能力 中央或地方机关,有当事人能力 第四十一条,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于前条第三项所定者,得由其中选定一人或数人,为选定人及被选定人全体起诉或被诉 诉讼系数后,经选定前项之诉讼当事人者,其他当事人脱离诉讼 前二项被选定之人,得根换或增减之 但非通知他造,不生效力 第四十二条,前条诉讼当事人之选定及其根换,增减,应以文书证之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一条之被选定人中,有因死亡或其他事由丧失其资格者,他被选定人得为全体为诉讼行为 第四十四条,被选定人有为选定人为一切诉讼行为之权 但选定人得限制其为舍弃,认诺,撤回或和解 选定人中之依人所为限制,其效力不及于他选定人 第一项之限制,应于第四十二条之文书内表明,或以书状提出于法院 第四十四之一条,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为同一公益社团法人之涉原者,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得选定该法人为选定人起诉 法人依前项规定为社员提起金钱赔偿损害之诉实 如选定人全体以书状表明愿由法院判定被告应给付选定人全体之总额 并就给付总额之分配方法达成协议者 法院得不分别认定被告应给付个选定人之数额 而仅就被告应给付选定人全体之总额为裁判 第一项情形准用第四十二条及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第四十四之二条,因公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于同一 原因四十而有共同利益之多数人 依第四十一条之规定选定一人或数人为同种类之法律关系起诉者 法院得征求原被选定人之同意或由被选定人申请经法院认为是当时 公告小事其他共同利益人得于一定期间内以书状表明其原因四十 证据及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并按请求 其他共同利益人士项之为以依第四十一条为选定 其他有共同利益之人亦得生请法院依前项规定为公告小事 并按请求之书状,应以善本或颖本颂答于两造 第一项之期间至少应有二十日,公告英年贴于法院公告处,并登载公报,新闻纸或其他箱类之传播工具,其费用由国库垫付 第一项元被选定人不同意者,法院得依职权公告小事其他共同利益人起诉,由法院并按审理 第四十四之三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经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于章程锁定目的范围内,得对侵害多数人利益之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 前项许可及监督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四之四条,前三条诉讼,法院得医生请为原告选任律师为诉讼代理人 前项诉讼代理人之选任,以伸张或防卫权利所必要者为限 第四十五条,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者,有诉讼能力 第四十五之一条,辅助人同意受辅助宣告之人为诉讼行为,应以文书证之 受辅助宣告之人就他造之起诉或上诉为诉讼行为时,无需经辅助人同意 受辅助宣告之人为舍弃,认诺,撤回或和解,应经辅助人以书面特别同意 第四十六条,外国人依其本国法律无诉讼能力,而依中华民国法律有诉讼能力者,视为有诉讼能力 第四十七条,关于诉讼之法定代理即为诉讼所必要之允许,依民法及其他法令之规定 第四十八条,于能力,法定代理权或为诉讼所必要之允许有欠缺之人所为之诉讼行为,经取得能力之本人,取得法定代理权或允许之人 法定代理权或有允许全人之承认,诉及于行为时发生效力 第四十九条,能力,法定代理权或为诉讼所必要之允许有欠缺而可以补证者,审判长应定其兼命其补证,如恐九言至当事人受损害时,得许其赞为诉讼行为 第五十条,前二条规定,于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之一,第四十四条之二被选定人及第四十五条之一受辅助宣告之人为诉讼行为者准用之 第五十一条,对于无诉讼能力人为诉讼行为,因其无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权,恐至九言而受损害者,得声请受诉法院之审判长,选任特别代理人 选任特别代理人之裁定,并应送达于特别代理人 特别代理人于法定代理人或本人承担诉讼以前,代理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 但不得为舍弃,认诺,撤回或和解 选任特别代理人所需费用,及特别代理人代为诉讼所需费用,得命声请人垫付 第五十二条,本法官与法定代理之规定,与法人之代表人,第四十条,第三项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四项机关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为诉讼上行为之代理人准用之 第五十三条,二人以上于下列各款情形,得为共同诉讼人,一同起诉或一同被诉 一、唯素送标的之权利或义务,为其所共同者 二、唯素送标的之权利或义务,本于同一之四十上级法律上原因者 三、唯素送标的之权利或义务,系统种类,而本于四十上级法律上同种类之原因者 但已被告之注锁在同一法院管辖区域内,或有第四条至第十九条锁定之共同管辖法院者为限 第五十四条,就他人兼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于第一审或第二审本诉讼系署中,以其当事人两造为共同被告,向本诉讼系署之法院起诉 一、对其诉讼标的全部或义务,为自己有所请求者 二、主张因其诉讼之结果,自己之权利将被侵害者 一、前项规定起诉者,准用第五十六条各款之规定 第五十五条,共同诉讼中,义人之行为或他造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义人之行为及关于其义人所生之事项 除别有规定外,其利害不及于他共同诉讼人 第五十六条,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个人必须合一确定者,适用下列各款之规定 一、共同诉讼人中义人之行为有利益于共同诉讼人者,其效力及于全体,不利益者,对于全体不生效力 二、他造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义人之行为,其效力及于全体 三、共同诉讼人中义人生有诉讼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原因者,其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效力及于全体 前项共同诉讼人中义人提起上诉,其他共同诉讼人为受辅助宣告之人时,准用第四十五条之一第二项之规定 第五十六之一条,诉讼标的对于数人必须合一确定而应共同起诉,如其中义人或数人拒绝同为原告而魔证当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申请,以裁定命该为起诉之人于一定期间内追加为原告 与其为追加者,视为以一同起诉 法院为前项裁定前,应使该为起诉之人有臣诉议见之机会 第一项为共同起诉之人所在不明,经原告申请命为追加,法院任其申请为正当者,得以裁定将该为起诉之人列为原告 但该该原告于第一次言辩论其日前陈明拒绝为原告之理由,经法院认为正当者,得撤销原裁定 第一项及前项裁定,得为抗告 第一项及第三项情形,如诉讼费用应由原告负担者,法院得着量情形,命仅由原起诉之原告负担 第五十七条,共同诉讼人,各有续行诉讼之权 法院指定其日者,应通知各共同诉讼人到场 第三节,诉讼参加 第五十八条,就两造之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为辅助依造起见,于该诉讼系署中,得为参加 参加,得与上诉,抗告或其他诉讼行为,合并为之 就两造之,就两造之确定判决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于前诉讼程序中,以为参加者,亦得辅助遗造提起再审之诉 第五十九条,参加,应提出参加书状,于本诉讼系署之法院为之 参加书状,应表明下列各款事项 一,本诉讼及当事人 二,参加人与本诉讼之利害关系 三,参加诉讼之陈诉 法院应将参加书状,送达于两造 第六十条,当事人对于第三人之参加,得申请法院驳回 但对于参加未提出异议而已为言辞辩论者,不在此线 关于前项申请之裁定,得为抗告 驳回参加之裁定未确定前,参加人得为诉讼行为 第六十一条,参加人得按参加时之诉讼程度,辅助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 但其行为与该当事人之行为抵触者,不生效力 第六十二条,诉讼标的,对于参加人及其所辅助之当事人必须合一确定者 准用第五十六条之规定 第六十三条,参加人对于其所辅助之当事人,不得主张本诉讼之裁判不当 但参加人因参加时诉讼之程度或应该当事人之行为,不能用攻击或防御方法 或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用参加人所不知之攻击或防御方法者,不在此限 参加人所辅助之当事人对于参加人,准用前项之规定 第六十四条,参加人经两造同意时,得代其所辅助之当事人承担诉讼 参加人承担诉讼者,其所辅助之当事人,脱离诉讼 但本案之判决,对于脱离之当事人,仍有效力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得于诉讼系署中,将诉讼告之于因自己败诉而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 受诉讼系署中,受诉讼告之者,得地刑告之 第六十六条,告知诉讼,应以书状表明理由及诉讼程度提出于法院,由法院送达于第三人 前项书状,并应送达于他造 第六十七条,受告之人不违参加或参加于使者,是违于得行参加时已参加于诉讼,准用第六十三条之规定 第六十七之一条,诉讼之结果,于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者,法院得于第一审或第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相当时期,将诉讼事件及进行程度以书面通知该第三人 前项受通知人得于通知送达后五日内,为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请求 第一项受通知人得依第五十八条规定参加诉讼者,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四节,诉讼代理人及辅佐人 第六十八条,诉讼代理人应委任律师为之 但经审判长许可者,亦得委任非律师为诉讼代理人 前项之许可,审判长得随时以裁定撤销之,并应送达于为诉讼委任之人 非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之许可准则,由司法院定之 第六十九条,诉讼代理人,应于最初为诉讼刑为时,提出委任书 但由当事人以言辞委任,经法院书记官记名笔录,或经法院,审判长依法选任者,不在此线 前项委任或选任,应于每审级为之 但当事人就特定诉讼于委任书表明其委任不受审级限制,并经公正者,不在此线 第七十条,诉讼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为以切诉讼行为之权 但舍弃、扯回、和解、提起反诉、上诉或在审之诉及选任代理人,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 关于强制执行之行为或领取所征悟,准用前项但输之规定 如于第一项之代理权加以限制者,应于前条之委任书或笔录内表明 第七十之一条,法院或审判长依法律规定为当事人选任律施为诉讼代理人者 该诉讼代理人得代理当事人为以切诉讼行为 但不得为舍弃、认诺、认诺、撤回或和解 当事人自行委任诉讼代理人或表示自为诉讼行为者 前项诉讼代理人之代理权消灭 前项情形,应通知选任之诉讼代理人及他造当事人 第七十一条,诉讼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单独代理当事人 违反前项之规定而为委任者,对于他造不生效力 第七十二条,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四十上之陈诉,经到场之当事人本人及时撤销或更正者,不生效力 第七十三条,诉讼代理权,不因本人死亡,破产或诉讼能力丧失而消灭,法定代理有变根者一同 第七十四条,诉讼委任之中止,非通知他造,不生效力 前项通知,应以书转或言辞提出于法院,由法院送达或告知于他造 由诉讼代理人终止委任者,自为终止之意思表示之日其十五日内,仍因为防卫本人权力所必要之行为 第七十五条,诉讼代理权有欠缺而可以补证者,审判长应定其兼命其补证 但得得许其其兼连为诉讼行为 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于诉讼代理准用之 第七十六条,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之许可,得于其日协同辅佐人到场 前项许可,审判长得随时撤销之 第七十七条,辅佐人所为之陈诉,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不及时撤销或更正者,是为其所自为 第三章,诉讼标的价额之核定及诉讼费用 第一节,诉讼标的价额之核定 第七十七之一条,诉讼标的之价额,由法院核定 核定诉讼标的价额,以起诉时之交易价额为准,无交易价额者,以原告就诉讼标的所有之利益为准 法院因核定诉讼标的之价额,得依职权调查证据 第一项之核定,得为抗告 第七十七之二条,以疑诉主张数项标的者,其价额和并计算之 但所主张之数项标的互相竞合或应为选择者,其诉送标的价额,应依其中价额最高者定之 以疑诉附带请求其资息,损害赔偿,违约金或费用者,不并算其价额 第七十七之三条,原告应付单支对待己付,不得从诉讼标的之价额中扣除 原告并求确定对待己付之额数者,其诉送标的之价额,应依己付中价额最高者定之 第七十七之四条,因地上权,永垫权设送,其价额以一年租金15倍为准 无租金时,以一年所获可视同租金利益之15倍为准 如一年租金或利益之15倍超过其地价者,以地价为准 第七十七之五条,因地一权设送,如系地一权人为原告,以需一地所增价额为准 如系公一地人为原告,以公一地所减价额为准 第七十七之六条,因债权之担保设送,以所担保之债权额为准 如公担保之物其价额少于债权额时,以该物之价额为准 第七十七之七条,因点产回赎权设送,以产价为准 如锦细点价之争值,以原告主张之利益为准 第七十七之八条,因水利设送,以一年水利渴望增加收益之额为准 第七十七之九条,因租令权设送,其租令定有其兼者,以权利存续其兼之租金总额为准 其租金总额超过租令物之价额者,以租令物之价额为准 未定其兼者,动产以二个月租金之总额为准,不动产以二其租金之总额为准 第七十七之十条,因定其给付或定期收益设送,以权利存续其兼之收入总额为准 其兼未确定时,应推定其存续其兼 但其期兼超过十年者,以十年计算 第七十七之十一条,分割共有物设送,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支架额为准 第七十七之十二条,诉讼标的支架额不能和定者,以第四百六十六条所定不得上诉第三审之最高利益额数加十分之一定之 第二节,诉讼费用之计算及征收 第七十七之十三条,因财产权而起诉 其诉送标的支金额或价额在新台币十万元以下部分 征收一千元,于十万元至一百万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一百元,于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九十元,于一千万元至一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八十元,于一亿元至十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六十元,其机灵支数不满万元者,以万元计算 第七十七之十四条,非因财产权而起诉者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三千元 与非财产权上之诉,并为财产权上之请求者 其财判费分别征收之 第七十七之十五条,本诉与反诉之诉送标的相同者 反诉不令征收财判费 一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项,第五百三十一条第二项 所为之声明,不征收财判费 诉之变更或追加,其变更或追加后诉送标的支架额超过元素 送标的支架额者,就其超过部分补真财判费 第七十七之十六条,向第二审或第三审法院上诉 依第七十七条之十三及第七十七条之十四规定 加征裁判费十分之五,发回或发交更审再刑上诉者免征 其依第四百五十二条第二项为移送 经判决后再刑上诉者,一同 于第二审为诉之变更,追加或依第五十四条 规定起诉者,其裁判费之征收 依前条第三项规定,并准用前项规定征收之 提起反诉应征收裁判费者,一同 第七十七之十七条,再审之诉,按起诉法院之审计 依第七十七条之十三,第七十七条之十四级 前条规定征收裁判费 对于确定之裁定申请再审者,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第七十七之十八条,抗告,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再为抗告者,一同 第七十七之十九条,申请或声明不真费用 但下列第一款之申请,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五百元,第二款至第七款之申请,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一、申请发支付命令 二、申请参加诉讼或驳回参加 三、申请回复原状 四、起诉前申请证据保权 五、申请价扣押,甲处分或撤销价扣押,甲处分裁定 六、删除 七、申请公事催告或除权判决 第七十七之二十条 因财产权事件申请调解 其标的支金额或价额未满新台币十万元者 免申请费十万元以上 未满一百万元者 申收一千元 一百万元以上 未满五百万元者 申收二千元 五百万元以上 未满一千万元者 申收三千元 一千万元以上者 申收五千元 非因财产权而申请调解者 免申请费 调解不成立后三十日内起诉者 当事人应缴支裁判费 得以其所缴调解之申请费扣抵之 第七十七之二十一条 依第五百十九条 第一项规定 以支付命令之申请 是未起诉或申请调解者 仍应依第七十七条之十三 或第七十七条之二十 规定全额 征收裁判费或申请费 前项应征收之裁判费或申请费 当事人得以申请支付命令时 以缴支裁判费扣抵之 第七十七之二十二条 依第四十四条之二 请求赔偿之人 其裁判费超过新台币六十万元部分 赞免征收 依第四十四条之三规定 请求者 免征裁判费 依第一项或其他法律规定 暂免征收之裁判费 第一审法院应于该事件确定后 依职权裁定向付单诉送费用之 依照征收之 第七十七之二十三条 诉讼文书之影印费 摄影费 抄录费 翻译费 证人 鉴定人之日费 履费及其他进行诉讼之必要费用 其项目及标准由司法院定之 运送费 登载公报新闻纸费 及法院核定之鉴定人报酬 依实之数计算 命当世人遇纳之前二项费用 应专就该事件所遇纳之项目之用 并得由法院贷收贷付之 有剩余者 应于诉讼终结后返还缴款人 由电送答费及法官 书记官 直达员 通议于法院外违诉送行为之时 诉 周 车费 不令征收 第七十七之二十四条 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或其他依法令 代当事人违诉送行为之人 经法院命其于其日到场 或依当事人讯问程序 陈诉者 其到场之费用 违诉送费用之一部 前项费用额之计算 准用证人日费 履费之规定 第七十七之二十五条 法院或审判长依法律规定 为当事人选任律师为特别代理人或诉讼 代理人 其律师之酬金由法院或审判长 着定之 前项酬金及第四百六十六条之三 第一项之酬金为诉送费用之一部 其之给标准 由司法院参着法务部及中华民国律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议鉴定之 第七十七之二十六条 诉讼费用如有一收情事者 法院应医生请并得医职权 以裁定返还之 前项申请 致持应于裁判确定或事件终结后三个月内为之 裁判费如有因法院小事文字记载错误或其他类此情形而缴纳者 得于缴费之日起五年内申请返还 法院并得医职权以裁定返还之 第七十七之二十七条 本法应征收支材判费 各高等法院得因必要情形 拟定额数 报请司法院核准后加针支 但其加针支额数 不得超过原额数十分之五 第三节 诉讼费用之负担 第七十八条 诉讼费用 由败诉之当事人负担 第七十九条 各当事人一步胜诉 一步败诉者 其诉送费用 由法院着量情形 命两造以比例分担或命一造负担 或命两造各自负担其支出之诉送费用 第八十条 被告对于原告关于诉讼标的之主张进行认诺 并能证明其无拥起诉者 诉讼费用 由原告负担 第八十之一条 因共有物分割 经界或其他性质上类四支事件涉送 由败诉当事人负担诉讼费用显示公平者 法院得着量情形 命胜诉之当事人负担其一步 第八十一条 因下列行为所生之费用 法院得着量情形 命胜诉之当事人负担其全部或一步 一 胜诉人之行为 非为伸张或防卫权力所必要者 二 败诉人之行为 按当时之诉讼程度 为伸张或防卫权力所必要者 第八十二条 当事人不于是当时其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 或持误其日或其间 或因其他应规则于己知事由而致诉讼研制者 虽该当事人胜诉 其因研制而生之费用 法院得命其负担全部或一步 第八十三条 原告撤回其诉者 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其于第一审言辞辩论中结前撤回者 得于撤回后三个月内申请退还该审计所缴裁判费三分之二 前项规定 于当事人撤回上诉或抗告者准用之 第八十四条 当事人为和解者 其和解费用及诉讼费用各自负担之 但别有约定者 不在此线 和解成立者 当事人得于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退还其于该审计所缴裁判费三分之二 第八十五条 共同诉讼人 按其人数 平均分担诉讼费用 但共同诉讼人与诉讼之利害关系显有诧异者 法院得着量其利害关系之比例 命分别负担 共同诉讼人 因连带或不可分之债败诉者 应连带负担诉讼费用 共同诉讼人中 有专为自己之利益而为诉讼行为者 因此所生之费用 应由该当事人负担 第八十六条 因参加诉讼所生之费用 由参加人负担 但他造当事人依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四条 规定应负担之诉讼费用 仍由该当事人负担 诉讼标的 对于参加人与其所辅助之当事人必须合一确定者 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八十七条 法院为终局判决时 应依职权为诉讼费用之裁判 上级法院废弃下级法院之判决 而就该事件为裁判或变更下级法院之判决者 应为诉讼总费用之裁判 受发回或发交之法院为终局之判决者一同 第八十八条 诉讼费用之裁判 非对于本案裁判有上诉时 不得声名不符 第八十九条 法院书记官 执达员 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置身无一支诉讼费用者 法院得一申请或一职权以裁定命该官员或代理人负担 依第四十九条或第七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暂为诉讼行为之人不补正其欠缺者 因其诉讼行为所生之费用 法院得一职权以裁定命其负担 前二项裁定 得为抗告 第九十条 诉讼不经裁判而终结者 法院应医生请以裁定为诉讼费用之裁判 前项申请 应于诉讼终结后二十日之不便期间内为之 第九十一条 法院位于诉讼费用之裁判确定其费用额者 第一审受诉法院于该裁判有职行例后 应医生请以裁定确定之 申请确定诉讼费用额者 应提出费用计算书 交付他造之计算书善本或赢本及市民费用额之证书 依第一项确定之诉讼费用额 应于裁定送达之一日起 加给案法定利率计算之利息 第九十二条 当事人分担诉讼费用者 法院应于裁判前命他造于一定期间内 提出费用计算书 交付申请人之计算书善本或赢本及市民费用额之证书 他造迟务前向其间者 法院得仅就申请人移造之费用裁判之 但他造事后仍得申请确定其诉讼费用额 第九十三条 当事人分担诉讼费用者 法院未确定费用额之裁判时 除前条第二项情形外 应是违各当事人应负担之费用 以就相等之额抵消 而确定其依造应赔偿他造之差额 第九十四条 法院得命书记官计算诉讼费用额 第九十四之一条 诉讼行为需支出费用者 审判长得定其命当事人遇纳之 当事人不遇纳者 法院得不违该行为 但其不遇纳费用至诉讼无从进行 经定其通知他造电之亦不未电之时 事为何以停止诉讼程序 前项但书情形 经当事人于四个月内遇纳或电之费用者 续行其诉讼程序 其余四个月未遇纳或电之者 事为撤回其诉或上诉 第九十五条 本节之规定 于法院已裁定终结本案或与本案无设之争点者准用之 第九十五之一条 检查官为当事人 依本节之规定应负担诉讼费用时 由国库支付 第四节 诉讼费用之担保 第九十六条 原告于中华民国无住所 事务所及营业所者 法院应依被告申请 已裁定命原告公诉送费用之担保 诉讼中发生担保不足额或不确实之情事时 一同 前项规定 如原告请求中 被告无征职之部分 或原告在中华民国有资产 足以赔偿诉讼费用时 不是用之 第九十七条 被告已为本案之言辞辩论者 不得生请命原告公担保 但应供担保之事由之息在后者 不在此限 第九十八条 被告申请命原告公担保者 于其申请被驳回或原告公担保前 得拒绝本案辩论 第九十九条 法院命原告公担保者 应于裁定中定担保额及公担保者 公担保之期间 定担保额 以被告于各审英支出之费用总额为准 第一百条 关于申请命公担保之裁定 得为抗告 第一百零一条 原告于裁定锁定公担保之期间 内部公担保者 法院应以裁定驳回起诉 但在裁定前 以公担保者 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二条 公担保应提存现金 或法院认为相当之有价证券 但当事人别有约定者 不在此限 前项担保 得由保险人或经营保证业务之银行出具保证书代之 因公担保之原告 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公担保者 法院得许由该管区域内有资产之人 具保证书代之 第一百零三条 被告就前条之提存物 与职权人有同意之权利 前条担保证书人 于原告不履行其所负义务时 有就保证金额履行之责任 法院得因被告之申请 竟向拒保证书人为强制执行 第一百零四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法院应依公担保人之申请 以财定命返还其提存物或保证书 一 应公担保之原因消灭者 二 公担保人证明受担保利益人同意返还者 三 诉讼终结后 公担保人证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间 催告受善保利益人行使权利而未行使 或法院依公担保人之申请 通知受善保利益人于一定期间内行使权利 并向法院未行使权利之证明而未证明者 关于前项申请之裁定 得为抗告 抗告中应停止执行 第105条 第105条 公担保之提存物或保证书 除得由当事人约定变换外 法院得依公担保人之申请 以财定许其变换 关于前项申请之裁定 得为抗告 抗告中应停止执行 第106条 第102条 第1项 第2项 及第103条 至前条之规定 于其他依法令供诉讼上之担保者准用之 其应就起诉供担保者 并准用第98条 第99条 第1项 第100条 及第101条 之规定 第5节 诉讼救助 第107条 当事人无资历支出诉讼费用者 法院应依申请 以裁定准与诉讼救助 但显无胜诉之望者 不在此线 法院认定前项资历时 应斟酌当事人及其共同生活 亲属基本生活之需要 第108条 对于外国人准与诉讼救助 以一条约 协定或其本国法令或惯例 中华民国人在其国得受诉讼救助者违宪 第109条 申请诉讼救助 应向受诉法院为之 于诉诉讼系数前申请者 并应陈明关于本案诉讼之声明 及其原因事实 无资历支出诉讼费用之事由 应市民之 前项市民 得由受诉法院管辖区域内有资历之人 出具保证书代之 保证书内 应在明据保证书人于申请诉讼救助人负担诉讼费用时 代缴赞免之费用 第109条 第109条 驳回诉讼救助申请之裁定确定前 第1审法院不得以原告为缴纳裁判费为由驳回起诉 第110条 准与诉讼救助 于诉讼终结前 有下列各款之效力 1. 暂免裁判费及其他应遇纳之诉讼费用 2. 免供诉讼费用之担保 3. 审判长依法律规定为受救助人选任律师代理诉讼时 暂行免付酬金 前项第一款暂免之诉讼费用 由国库垫付 第111条 准与诉讼救助 于甲扣押 甲处分 上诉及抗告 亦有效力 第112条 准与诉讼救助之效力 因受救助人死亡而消灭 第113条 当事人力能支出诉讼费用而受诉讼救助或其后力能支出者 法院应以裁定撤销救助 并命其补交赞免之费用 前项裁定 由诉讼卷宗所在之法院为之 第114条 经准与诉讼救助者 于中局判决确定或诉讼不经裁判 而终结后 第一审受诉法 愿应依职权已裁定确定诉讼费用额 向应付担诉讼费用之当事人征收之 其因诉讼救助赞免而应由受救助人负担之诉讼费用 并得向拒保证书人为强制执行 为受救助赞免而无效果实 由国库垫付 第115条 本节锁定之各裁定 得为抗告 第4章 诉讼程序 第一节 当事人书状 除别有规定外 应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 当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当事人为法人 其他团体或机关者 其名称及公务所 事务所或营业所 二 有法定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者 其姓名 住所或居所 及法定代理人与当事人之关系 三 诉讼事件 四 应为之声名或陈诉 五 公证名或市名用之证据 六 附属文件及其建树 七 法院 八 年 月 日 书状内一记载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之性别 出身年月日 职业 国民身份证号码 盈利事业统一编号 电话号码及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 当事人 当事人得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将书撞传送于法院 效力与提出书撞同 其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当事人书撞之格式及其记载方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117 第117条 当事人或代理人应于书状内签名或盖章 其已指印代签名者 应由他人代书姓名 记名其事由并签名 第118条 当事人于书状内引用所值之文书者 应天据该文书原本或善本或隐本 其仅引用一部分者 得指据解本 摘录该部分及其所载年月日并名押印记 如文书系他造所知或号 凡难以被录者 得指表明该文书 当事人于书状内引用非其所值之文书 或其他证悟者 应表明只有人姓名及住居所 或保管之机关 引用证人者 应表明该证人姓名及住居所 第119条 书状及其附属文件 除提出于法院者外 应按应受送达之他造人数 提出善本或隐本 前项善本或隐本 与书状有不符时 以提出于法院者为准 第120条 当事人提出于法院之附属文件原本 他造得请求阻属文件 所知原本未经提出者 法院应他造之申请 应命其余五日内提出 并于提出后通知他造 他造接到前项通知后 得于三日内阅文件原本 并制作善本或隐本 第121条 书状不合成是或有其他欠缺者 审判长应定其兼命其补证 因命补证欠缺 得将书状发还 如当事人住居法院所在地者 得命其道常补证 书状之欠缺 经于其间内补证者 是其补证之书状 与最初提出同 第122条 于言词辩论外 关于诉讼所为之声明或陈诉 除以本法应用书状者外 得于法院书记官前 以言词为之 前项情形 法院书记官应做笔录 并于笔录内签名 第116条及第118条 至第120条之规定 于前项笔录准用之 第二节 宋达 第123条 除别有规定外 由法院书记官依职权为之 第124条 宋达 由法院书记官交职达员或油物机构行之 由油物机构行送达者 以油物人员为送达人 第125条 法院得向送达地地方法院为送达之主托 第126条 法院书记官 得于法院内 将文书赋予应受送达人 以为送达 第127条 对于无诉讼能力人为送达者 应向其全体法定代理人为之 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 如其中有应为送达处所不明者 送达得仅向其余之法定代理人为之 第128条 对于在中华民国有事务所或营业所之外 国法人或团体为送达者 应向其在中华民国之代表人或管理人为之 前条第二项规定 于前项送达准用之 第129条 对于在军队或军舰服役之军人为送达者 应嘱托该管军事机关或长官为之 第130条 对于在监索人为送达者 应嘱托该监索首长为之 第131条 关于商业之诉讼事件 送达得向经理人为之 第132条 诉讼代理人受送达之权限 未受限制者 送达应向该代理人为之 但审判长认为必要时 得命送达于当事人本人 第133条 当事人或代理人经指定 送达代收人向受诉法院臣名者 应向该代收人为送达 第134条 送达代收人经指定臣名后 其效力及于同地之各级法院 但该当事人或代理人别有臣名者 不在此限 第135条 送达除别有规定外 赋予该文书之善本或赢本 第136条 送达于应受送达人之住居所 事物所或营业所行之 但在他处会务应受送达人时 得于会务处所行之 不知前项所定应为送达之处 或不能在该处所为送达时 得在应受送达人就业处所为送达 应受送达人臣名在其就业处所收受送达者 亦同 对于法定代理人之送达 亦得于当事人本人之事物 所或营业所行之 第137条 送达于住居所 事物所或营业所 不或会务应受送达人者 得将文书赋予有辨别 事理能力 知同居人或受雇人 如同居人或受雇人 为他造当事人者 不是用前项之规定 第138条 送达不能依前二条规定为之者 得将文书寄存送达地之自治 或警察机关 并作送达通知书两份 一份粘贴于应受送达人住居所 事务所 营业所或其就业处所门首 另一份置于该送达处所信箱 或其他事当位置 以为送达 寄存送达 自寄存之日起 经时日发生效力 寄存之文书 自寄存之日起 寄存机关应保存二个月 第139条 应受送达人拒绝收领 而无法律上理由者 应将文书置于送达处所 以为送达 前项情形 如有难达留置情事者 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140条 送达 除一 第124条 第2项 由由务人员为之者外 非经审判长或受命法官 受托法官或送达 地地方法院法官之许可 不得于兴其日或其他休息日或日出前 日末后为之 但应受送达人不拒绝收领者 不在此限 前项许可 法院书记官应于送达之文书内记名 第141条 送达人应做送达证书 记载下列各款式项柄签名 1. 交送达之法院 2. 应受送达人 3. 应送达之文书 4. 送达处所及年 5. 送达方法 5. 送达证书 应于做旧后交收领人签名 盖章或按纸印 如拒绝或不能签名 盖章或按纸印者 送达人应记名其室友 收领人非应受送达人本人者 应由送达人记名其姓名 送达证书 应提出于法院复卷 第142条 不能为送达者 送达人应做记载该事由之报告书 提出于法院复卷 并缴回应送达之文书 法院书记 官应将不能送达之事由 通知使为送达之当事人 第143条 依第126条之规定为送达者 应命受送达人提出收据复卷 第144条 与有至外法全人之住居所或事务所为送达者 得嘱托外交部为之 第145条 与外国为送达者 应嘱托该国管辖机关或住在该国之中 华民国使领馆或其他机构 团体为之 不能依前项规定为主托送达者 得将应送达之文书交由物机构以双挂号发送 以为送达 并将挂号回职复卷 第146条 对于住在外国之中华民国大使 公使 领事或其他住外人员为送达者 应嘱托外交部为之 第147条 删除 第148条 受主托之机关或公务员 经通知以为送达或不能为送达者 法院书记官应将通知书付卷 其不能为送达者 并应将其事由通知使为送达之当事人 第149条 对于当事人之送达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受诉法院得医生请 准为公示送达 一 应为送达之处所不明者 二 与有志外法全人之住居所或事物所为送达 而无效者 三 与外国为送达 不能依第145条之规定办理 或预知虽依该条规定办理而无效者 博回前项申请之裁定 得为抗告 第一项所列各款情形 如无人为公示送达之申请者 受诉法院为避免诉讼迟言任有必要时 得依执全命为公示送达 原告或呈受送达之被告便跟其送达之处所 而不向受诉法院臣名 至有第一项第一款之情形者 受诉法院得依执权 命为公示送达 第150条 依前条规定为公示送达后 对于同一当事人仍应为公示送达者 依执权为之 第151条 公示送达 应由法院书记官保管应送达之文书 而于法院之公告处粘贴公告 小事应受送达人应随时向其领取 但应送达者如系通知书 应将该通知书粘贴于公告处 除前项规定外 法院应命将文书之善本 应本或解本 登载于公报或新闻纸 或用其他方法通知或公告之 第152条 公示送达 自将公告或通知书粘贴公告处之日起 其登载公报或新闻职者 自最后登载之日起 经20日发生效力 就应于外国为送达而为公示送达者 经60日发生效力 但第150条 自公示送达 自年贴公告处之一日起 发生效力 第153条 为公示送达者 法院书记观英作记载 该是由几年 月 日 十支证书复卷 第153之一条 诉讼文书 得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传送之 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传送与送达有同意之效力 一 应受送达人陈明已收领该文书者 二 诉讼关系人就特定诉讼文书生 请传送者 前向传送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三节 其日及其间 第154条 其日 除别有规定外 由审判长依职权定之 第155条 其日 除有不得以之情形外 不得于兴其日或其他休息日定之 第156条 审判长定其日后 法院书记观英作通知 书送达于诉讼关系人 但经审判长面告已锁定之 其日命祈祷场 或诉送关系人成 以书状臣 名界祈祷场者 与宋达有同意之效力 第157条 其日应为之行为 于法院内为之 但在法院内不能为或为之 而不是当者 不在此限 第158条 其日 以朗读案由为始 第159条 其日 如有重大理由 得变更或延展之 变更或延展其日 除别有规定外 由审判长才定之 第160条 其间 除法定者外 由法院或审判长 卓亮情形定之 法院或审判长 所定期间 自送达定期间之文书时 起算 无庸送达者 自宣誓定期间之 裁判时起算 但别定起算方法者 不在此限 第161条 其间之计算 依民法之规定 第162条 当事人不在法院 所在地住居者 计算法定期间 应扣除其在途之期间 但有诉论代理人 住居法院所在地 得为期间内 因为之诉讼行为者 不在此限 前项应扣除之在途期间 由司法院定之 第163条 其间 如有重大理由 得身长或缩短之 但不便其间 但不便其间 不在此限 身长或缩短期间 由法院裁定 但其间 系审判长所定者 由审判长裁定 第164条 当事人或代理人 因天灾或其他 不应规则 于己之 是由 持物不便其间者 于其原因 消灭后 十日内 得申请回复原状 前项其间 不得身长或缩短之 但得准用前项之规定 申请回复原状 持物不便其间 已于依年者 不得申请回复原状 第165条 因持物上诉或抗告 其间 而申请回复原状者 应以书状 向为裁判支援 法院为之 持物其他 其间者 向管辖 该期间内 应为之诉讼 行为之 法院为之 持物期间 之原因 及其消灭时期 应于书状 内表明 并是明之 申请回复原状 应同时 补刑其间 内应为之诉讼 行为 第166条 回复原状 之申请 由受申请之 法院 于补刑 之诉讼 行为 合并裁判之 但原法院 任其申请 应行许可 而将该上诉或抗告 事件送交 上级法院者 应送由 上级法院 合并裁判 第167条 受命法官 或受托法官 关于其所为之行为 得定其日 及其间 第154条 至第160条 及第163条 之规定 于受命法官 或受托法官 定其日 及其间者 准用之 第4节 诉讼程序 之停止 第168条 当事人 死亡者 诉讼程序 在有寄成人 遗产管理人 或其他 依法令 应续行 诉讼之人 承受其诉讼 以前 当然停止 第169条 法人 因合并 而消灭者 诉讼程序 在因合并 而设立 或合并 后 存续之法人 承受其诉讼 以前 当然停止 前项 规定 于其合并 不得 对抗 他造者 不是用之 第170条 当事人 丧失 诉讼 能力 或法定 代理人 死亡 或其 代理 全消灭者 诉讼程序 在有法定 代理人 或取得 诉讼 能力 之本人 承受 其诉讼 以前 当然停止 第171条 受托人 之信 托任务 终了者 诉讼程序 在新 受托人 或其他 依法令应 续行 诉讼 之人 承受 其诉讼 以前 当然停止 第172条 本于 一定 资格 以自己 名义 为他 人 认 诉讼 当事人 之人 丧失 其 资格 或死亡者 诉讼 程序 在有 同意 资格 之人 承受 其诉讼 以前 当然 停止 依法 被选 定为 诉讼 当事 人 之人 全体 与丧失 其资格 者 诉讼 程序 在该有 共同利益人 全体 或新 被选定为 诉讼 当事人 之人 承受 其诉讼 以前 当然 停止 第174条 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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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第一项 及第一百七十条 至前 条之 规定 与 有诉讼 代理人 时 不适 用之 但 法院得 着量 情形 裁定 停止 其 诉讼 程序 第174条 当事人受破产之宣告者 关于破产财团之诉讼程序 在依破产法 有承受诉讼人 或破产程序 终结 以前 当然 停止 当事人经法院 依消费者 债务清理条例 才定 开始 清算 程序 者 关于 清算 财团之 诉讼 程序 于管理人 承受诉讼 或 清算 程序 终止 终结 以前 当然 停止 第175条 第168条 至第172条 及前条 所定之 承受诉讼人 于得为承受时 应即为承受之声明 他造当事人 亦得声明 承受诉讼 第176条 声明 承受诉讼 应提出 书状于 受诉法院 由法院 送达于 他造 第177条 承受诉讼 之声明 有无理由 法院 应依职权 调查之 法院 认其声明 为无理由者 应 以裁定 驳回之 诉讼 程序 于裁判 送达后 当然 停止者 其承受 诉讼 之声明 由为裁判 支援 法院 裁定之 第178条 当事人 不声明 承受诉讼 时 法院 亦得 依职权 以裁定 命 其续行 诉讼 第179条 前二条 之裁定 得为 抗告 第188条 法院 因天灾 或其他 不可避之事故 不能执行 职务者 诉讼 程序 在法院 公告 执行 职务前 当然 停止 但因 但因 战事 不能执行 职务者 诉讼 程序 在法院 公告 执行 职务 届满 六个月 以前 当然 停止 前向 但书 情形 当事人 于停止 其间内军 向法院 为诉讼 行 为 这 其停止 中 军 第181条 当事人 于战时 服兵役 有 停止 诉讼 程序 之 必要者 或 因 天灾 战事 或 其他 不可避之事故 与法院 交通 隔 决者 法院 得在 障碍 消灭 前 裁定 停止 诉讼 程序 第182条 诉讼 全部 或一部 之 裁判 以他诉讼 之法律 关系 是否成立 为拒者 法院 得在 他诉讼 终结 前 已 裁定 停止 诉讼 程序 前向 规定 于应 依行政 征送 程序 确定 法律 关系 是否成立 者准 用之 但 法律 别有 规定 者 依其 规定 第182条 之一条 普通 法院 就其 受理 诉讼 之 权限 如 与 行政 法院 确定 裁判 之 见解 有意 时 应 以裁定 停止 诉讼 程序 并 申请 司法院 大 法官 解释 但 当事人 何 议院 由 普通 法院 为 裁判 者 由 普通 法院 裁判 之 经 司法院 大 法官 解释 普通 法院 无 受理 诉讼 权限 者 普通 法院 应 将 该 诉讼 移 送 至 有 受理 诉讼 权限 之 法院 第一 项之 合议 应 以 文书 证之 第一百八十二 之二条 当事人 就以系属于 外国法院 之事件 根刑 起诉 如有相当理由 族任该事件 之外 国法院 判决在中华民国 有承认其 效力之可能 并于被告 在外国 应诉 无重大 不便者 法院 得在外国 法院 判决 确定前 以裁定 停止 诉讼 程序 但两造 合议 愿由 中华民国 法院 裁判者 不在此线 法院 未前向 裁定前 应使当事人 有 陈 素 意 见之 机会 第183条 诉讼中 有 犯罪 嫌疑 牵涉 其裁判者 法院 得在 刑事 诉讼 终结 前 以裁定 停止 诉讼 程序 第184条 依第54条 之规定 提起诉讼 者 法院 得在 该诉讼 终结 前 以裁定 停止 本诉讼 之 程序 第185条 依第65条 之规定 告知 诉讼 法院 如认受 告知 人能 为 参加者 得 在其 参加 前 以裁定 停止 诉讼 程序 第186条 停止 诉讼 程序 之 裁定 法院 得 一 申请 或一 职权 撤销 之 第187条 关于 停止 诉讼 程序 之 裁定 及 关于 撤销 停止 之 裁定 得 为 抗 告 第188条 诉讼 程序 当然 或 裁定 停止 间 法院 及当事人 不得为 关于本案之 诉讼 行为 但于言辞 辩论 终结后 当然 停止 者 本于 其辩论之 裁判得 宣誓之 诉讼 程序 当然 或 裁定 停止 者 其间 停止 进行 自停止 中 郡 时起 其 其间 更是 进行 第189条 当事人得以合议停止诉讼程序 但不便其间之进行 不受影响 前项合议 应由两造项受诉法院或受命法官臣名 前条规定 除第一项但书外 于合议停止诉讼程序准用之 第190条 合议停止诉讼程序之当事人 自臣名合议停止时起 如于四个月内不续行诉讼者 视为撤回其诉或上诉 续行诉讼而再以合议停止诉讼程序者 以一次为限 第191条 第191条 当事人两造无正当理由 执行诉讼仍持误不道者 视为撤回其诉讼而再以合议停止诉讼程序 或上诉 第5节 言辞辩论 第192条 言辩辩论 以当事人声明应受裁判之事项为史 第193条 当事人应就诉讼关系为四十上级法律上之陈诉 当事人不得引用文件以代言辞陈诉 但以举文件之词句为必要时 德朗读其必要之部分 第194条 当事人依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之规定 声明所用之证据 第195条 当事人就其提出之四十 应为真实及完全之陈诉 当事人对于他造提出之四十级证据 应为陈诉 第195之一条 当事人提出之攻击或防御方法 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隐私 业务秘密 经当事人申请 法院认为是当者得不公开审判 其经两造合议不公开审判者 一同 第196条 攻击或防御方法 除别有规定外 应依诉讼进行之程度 于言辞辩论终结前世当时其提出之 当事人意图言致诉讼 或因重大过失 于是使行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 有爱诉讼之终结者 法院得驳回之 攻击或防御方法之意指不明了 精明其序名而不为必要之序名者 一同 第197条 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规定之违背 得提出异议 但已表示无意义或无意义 而就该诉讼有所声明或臣诉者 不在此线 前向但书规定 于该诉讼程序之规定 非仅为当事人之利益而设者 不是用之 第198条 审判长开闭及指挥言辞辩论 并宣示法院之裁判 审判长对于不从其命者 得禁止发言 言辞辩论需续行者 审判长应诉订其其日 第199条 审判长应注意令当事人 就诉讼关系之四十级法律 为适当完全之辩论 审判长应向当事人发问或小遇 令其为四十上级法律上陈诉 声明证据或为其他必要之声明 及陈诉 其所声明或陈诉有不明了 或不完足者 应令其续名或补充之 陪袭法官告明审判长后 得向当事人发问或小遇 第199之一条 依原告之声明及四十上之陈诉 得主张数项法律关系 而其主张不明了或不完足者 审判长应小遇其续名或补充之 被告如主张有消灭或妨碍或请求之事由 就为防御方法或提起反诉有疑意时 审判长应阐明之 第二百条 当事人得生请审判长为必要之发问 并得向审判长陈明后自行发问 审判长认为当事人生请之发问 或自行发问有不当者 得不为发问或禁止之 第二百零一条 参与辩论人 如以审判长官于指挥诉讼之裁定 或审判长及陪袭法官之发问 或小遇为违法而提出异议者 法院应就其意义为裁定 第二百零二条 凡一本法使受命法官为行为者 由审判长指定之 法院应为之嘱托 除别有规定外 由审判长行之 第二百零三条 法院应阐明或确定诉讼关系 得为下列各款之处置 一 命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场 二 命当事人提出图案 表册 外国文文书之一本 或其他文书 物件 三 将当事人或第三人提出之文书 物件 暂留至于法院 四 依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之规定 行刊验 鉴定或嘱托机关 团体为调查 第二百零四条 当事人已疑速主张之数项标的 法院得命分别辩论 但该数项标的或其攻击或防御方法有牵连关系者 不得为之 第二百零五条 分别提起知数宗诉讼 其诉宋标的相牵连获得以疑速主张者 法院得命合并辩论 法院得命合并辩论 命合并辩论之数宗诉讼 得合并裁判 第五十四条 所定之诉讼 应于本诉讼合并辩论及裁判之 但法院认为无合并之必要 或应适用第184条之规定者 不在此限 第二百零六条 当事人关于同一诉宋标的 提出诉众独立之攻击或防御方法者 法院得命限制辩论 第二百零七条 参与辩论人如不通中华民国语言 法院应用通议 法官不通参与辩论人所用之方言者 一同 参与辩论人如围龙 雅人 法院应用通议 但亦得以文字发问 或使其以文字陈诉 关于鉴定人之规定 于前二项通议准用之 第二百零八条 当事人欠缺陈诉能力者 法院得禁止其陈诉 前项情形 除有诉宋代理人或辅佐人同时到场者外 应延展辩论其日 如新其日到场之人在京禁止陈诉者 得适同不到场 前二项之规定 于诉讼代理人或辅佐人欠缺陈诉能力者准用之 第二百零九条 法院调查证据 除别有规定外 于言词辩论其日行之 第二百零九条 法院于言词辩论终结后 宣誓裁判前 如有必要得命再开言词辩论 第二百零十一条 参与言词辩论之法官有辩根者 当事人欠陈诉以前辩论之要领 但审判长得令书记官朗读以前笔录代之 第二百一十二条 法院书记官应作言词辩论笔录 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 辩论之处所及年 月 日 二 法官 书记官及通议姓名 三 诉讼事件 四 道场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 辅佐人及其他经通知道场之人姓名 五 辩论之公开或不公开 如不公开者 其理由 第213条 言词辩论笔录内 应记载辩论进行之要领 并将下列各款事项 记载明确 一 诉讼标的之舍弃 任莫及自认 二 证据之声明或舍弃 及对于违背诉讼程序规定之意义 三 依本法规定应记载笔录之其他声明或陈诉 四 证人或鉴定人或鉴定人之陈诉及堪验所得之结果 五 不作裁判书附卷之裁判 六 裁判之宣誓 除前项所列外 当事人所为重要声明或陈诉 及经小遇而不为声明或陈诉之情形 审判长得命记载于笔录 第213之一条 法院得依当事人之声请或依职权 使用录音机或其他机器设备 辅助制作言辞辩论笔录 其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214条 当事人将其在言辞辩论时所为之声明或陈诉 记载于书状 当场提出 经审判长认为是当者 得命法院书记官以该书状赋予笔录 并于笔录内记载其事由 第215条 笔录内引用附卷之文书 或表示将该文书作为附件者 其文书所记载之事项 与记载笔录者有同意之效力 第216条 笔录或前条文书内所记第213条 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事项 应依申请于法庭向关系人朗读或令其阅览 并于笔录内附记其事由 关系人对于笔录所记有异议者 法院书记官得更正或补充之 如以异议为不当 应于笔录内附记其异议 第217条 审判长及法院书记官应于笔录内签名 审判长应故不能签名者 由资深培席法官签名 法官军不能签名者 仅由书记官签名 书记官不能签名者 由审判长或法官签名 并均应付记其事由 第218条 笔录不得挖补或图改文字 如有增加 删除 应盖张并记名字数 其删除处应留存字迹 笔得辨认 第219条 关于言辞辩论所定成事之遵守 专以笔录证之 第6节 裁判 第220条 裁判 除以本法应用判决者外 以裁定刑之 第221条 判决 除别有规定外 应本于当事人之言辞辩论为之 法官非参与为判决 基础之辩论者 不得参与判决 第222条 法院为判决时 应斟酌全辩论意志 及调查证据之结果 依自由心证判断40支真伪 但别有规定者 不在此线 当事人已证明受有损害 而不能证明其数额 或证明显有重大困难者 法院应审着一切情况 依所得心证定其数额 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40支真伪 不得为悖论理及经验法则 得心证之理由 应寄明于判决 第223条 经言词辩论之判决 应宣誓之 不经言词辩论之判决 应公告之 宣誓判决 应于言词辩论终结之其日 或辩论终结时指定之其日为之 前项指定之宣誓其日 自辩论终结时起 不得于二兴其 前项判决之宣誓 应本于已作成之判决原本为之 第224条 宣誓判决 应朗读主文 其理由如认为虚告知者 应朗读或口诉要领 公告判决 应于法院公告处公告其主文 法院书记官并应作记载 该是由几年 月 日 时之证书复卷 第225条 宣誓判决 不问当事人是否在场 均有效力 第226条 判决 应作判决书 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1.当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当事人为法人 其他团体或机关者 其名称及公务所 事务所或营业所 2.有法定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者 其姓名 住所或居所 3.诉讼事件 判决经言词辩论者 其言词辩论终结日期 4.主文 5.四时 6.理由 7.年 月 日 8.法院 4.向下 应记载言词辩论时 当事人之声明 并表明其声明为正当之 攻击或防御方法要领 5.理由 向下 应记载关于攻击或防御方法之意 建计法律上之意见 5.依造辩论判决 判决即基于当事人就四十支全部自认所为之判决 其四十几理由得简略记载之 第227条 为判决之法官 应于判决书内签名 法官中有因故不能签名者 由审判长复记其事由 审判长因故不能签名者 由资深培习法官复记之 第228条 判决原本 应于判决宣誓后 当日交付法院书记官 其于辩论中结之其日宣誓判决者 应于5日内交付之 书记官应于判决原本内 记名收领其日并签名 第229条 判决 应以证本宋达当事人 前向宋达 自法院书记官收领判决原本时起 致迟不得于时日 对于判决的上诉者 应于宋达当事人之证本内 记载其期间及提出上诉状之法院 第230条 判决之证本或结本 应分别记名之 由法院书记官签名并盖法院印 第231条 判决经宣誓后 为该判决之法院受其基数 不宣誓者 经公告后受其基数 判决宣誓或公告后 当事人得不待宋达 本于该判决为诉讼行为 第232条 判决如有误写 误算或其他类此之 显然错误者 法院得一申请或一职权 以裁定更正 其正本与原本不符者 一同 前项才定 负记于判决原本及正本 如正本已经送达 不能负记者 应至做该裁定之正本送达 对于更正或驳回更正 生请之裁定 得为抗告 但对于判决 已合法上诉者 不在此限 第233条 诉讼标的之一部 或诉讼费用 裁判有脱漏者 法院应一申请或一职权 以判决补充之 当事人就脱漏部分声明 不符者 以申请补充判决论 脱漏之部分 已经辩论终结者 应即为判决 为终结者 审判长应 诉订言辞辩论其日 因诉送费用裁判 脱漏所为之补充判决 与本案判决有合法之上诉时 上诉审法院应 与本案诉讼同为裁判 博回补充判决之申请 以裁定为之 第234条 裁定得不经言辞辩论为之 裁定前不行言辞辩论者 除别有规定外 得命关系人以书状或言辞为陈诉 第235条 经言辞辩论之裁定 应宣誓之 终结诉讼之裁定 不经言辞辩论者 应公告之 第236条 不宣誓之裁定 应为送达 以宣誓之裁定得抗告者 应为送达 第237条 驳回声明或就有争执之声明 所为裁定 应付理由 第238条 裁定经宣誓后 为该裁定之法院 审判长 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 受其基数 不宣誓者 经公告或送达后 受其基数 但关于指挥诉讼 或别有规定者 不在此限 第239条 第221条 第二项 第223条 第二项 及第三项 第224条 第二项 第225条 第227条 至第230条 第231条 第二项 第232条 及第233条 之规定 于裁定准用之 第240条 法院书记官所为之处分 应依送达或其他方法通知关系人 对于法院书记官之处分 得于送达后或受通知后 十日内提出异议 由其所属法院裁定 第6节之一 司法事务官之处理程序 第240之一条 本法锁定事件 依法律仪由司法事务官处理者 除别有规定外 适用本节之规定 第240之二条 司法事务官处理事件 作成之文书 其名称及应记载是 相各依有关法律之规定 前项文书之正本或解本 由司法事务官签名 并盖法院印 司法事务官 在地方法院 简易亭处理事件时 前项文书之正本 或解本得 紧盖简易亭官房 第240之三条 司法事务官处理事件 所为之处分 与法院所为者 有同意之效力 第240之四条 当事人对于司法事务官 处理事件 所为之终局处分 得于处分送达后 十日之不变期间内 以书状向司法事务官 提出异议 但知父命令经异议者 除有第518条 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 由司法事务官驳回外 仍是用第519条规定 司法事务官任前项 异议有理由时 应令为适当之处分 任意异为无理由者 应送请法院裁定之 法院任第一项之异议 为有理由时 应为适当之裁定 任意异为无理由者 应以裁定驳回之 前项裁定 应续明理由 并送达于当事人 第七节 诉讼卷宗 第241条 当事人书状 笔录 裁判书及其他关于 诉讼事件之文书 法院应保存者 应由书记官编为卷宗 卷宗灭失事件之处理 另以法律定之 第242条 当事人得向法院书记官 申请阅览 抄录或设影卷内文书 或预纳费用申请赋予善本 影本或结本 第三人经当事人同意 或是名有法律上之利害关系 而为前项之申请者 应经法院裁定许可 卷内文书涉及当事人 或第三人隐私或业务秘密 如准许前二项之申请 有致其受重大损害之余者 法院得一申请或一职权 裁定不予准许或限制 前二项之行为 前项不予准许或限制裁定之 原因消灭者 当事人或第三人得申请法院撤销或变更该裁定 前二项才定得为抗告 于抗告中 第一项 第二项之申请不予准许 其已准许之处分及前项撤销或变更之裁定 应停止执行 当事人 诉讼代理人 参加人及其他经许可知第三人之月卷规则 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百四十三条 裁判草案及其准备或评议文件 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不得交当事人或第三人阅览 抄录 摄影或赋与善本 赢本或解本 裁判书在宣誓或公告前 或未经法官签名者 一同 在宣誓中